InvertType除了Lumber之外 后面的那个就是会有三个参数 这个部分的话也稍微弃一下 它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给范围的话 你就要加最小最大还有它的step这部分 这个是Lumber的这个这个type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Range Range也是一样最大最小跟step 最大最小的step 然后另外这个Color部分比较单准 它Color会产生一个调色盘 让你直接去挑选 那还有那个Date Date部分的话呢一样会有个 就是你将来呢这个Date秀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在哪个这个时间 比如说我从20121月1号到1月31号 然后step间隔 它这个step的日期间隔为5 那也一样你后面可以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这个是Date的部分 那另外呢比较特殊是这个 就是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部分的话如果说 因为以前我们要验证的话非常不容易 以前的话呢 Type通常是用Test 就是用一个文字方块 那但是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希望怎么样呢 秀出来的话 可以类似像例如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0932Dash 然后123456的话 这样的格式我想 因为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有手机 那如果说你要给这样的格式的话 你必须在后面呢加上一个这样的标签 叫Pattern 然后呢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0到9 然后有几个号码 后面的话呢加上什么呢 加上一个斜线Dash 斜线一个Dash 然后再加上你的 也是一样号码从0到9 然后有几个数字 像这样的参数 你加上去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让它输入的时候呢 指定在这个范围之内 也就只能输入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的范围的数字 否则的话它会也是一样 会跳出错误讯息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尽量也是在Google浏览器上面 去去去看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比较特殊 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几个比较特殊的HTML File 相关的这个参数的设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